那麼,鬧水災什麼?旁邊這個養殖產養了豬,養了很多豬 結果,七號水災的時候怎麼樣? 哇,嚴固來,然後死了幾百隻,死了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他不甘心,就跟水醫師行吻,說怎麼樣,你怎樣,他賠償過 水醫師就推掉,推說這個是區域排水,這個排水是台中縣政府的責任 就是你去找他,推好沒辦法,就去找台中縣政府 那麼,扯了半天,最後台中縣政府說,好,你一定要說我有責任,那也好 那麼,這個是當初淹水的情形,這個就是那個老闆給我的 給我的,拿過去那些死豬的情形 然後,這些就是他盜住,緊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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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弄半天也沒有用 什麼純重性涵這些也沒有用 那麼,後來怎麼樣? 後來,海中縣政府,既然你說是我的責任,好吧,那我做怎麼樣? 我就把這個地方,把它拖寬,提防這部分這樣不動,那個都不用不動 我就把它拖寬,問題是拖寬之后,容積稍微增加多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洞旁邊是不是都還有洞? 這些洞是不是又往這邊扭,往這邊竄,是不是它又要沿水? 所以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問題沒有解決,他最後沒有辦法就是監察院的情形,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陳達先生有注意這個問題 那麼事實上,我開會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過去能甩就甩過了 現在,他們想了一個辦法怎麼樣? 我這部分我現在沒有弄上來 他現在是什麼樣? 提防,把孔弄大一點 然後把這些,弄一個水道 用水泥做的這種輸水道 把它弄成彎的 本來是直的 它弄成彎這樣,弄到河床裡面 意思是什麼? 水這樣流下去 因為過去是對沖 這樣來是對沖 現在把它這樣下去 所以他這樣就不會對沖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他侵占何闖 稱讚不少 所以會有問題 會有問題 那麼這樣能夠解決 雲翔現在還在做 所以我還要觀察他 那麼其實要我的話 我第一個是什麼? 我第一個應該是把那個盪水板拿掉 看看 如果這樣拿掉都沒有事,就是解決了 他們不願意這樣做 開會跟他講幾次,他就是不願意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 一方面可能是無知 一方面有時候是故意 因為你跟他講 他這樣做了 面子掛不住 或是怕著人家來回頭告你 是你這樣做錯的 所以他們都說這個 嘻哈你嘴唄 都是這樣 不敢不承認錯誤 這個公布很多時候都有同樣這種情形 那麼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更之早前的 更之早前的 這不是更早前的 這是Google的 套使我們可以看 過去即使 他這個地方提款還沒做 他做一步到這裡 把他拉到這樣子的 那麼過去痕跡可以看得到 過去是什麼? 是這樣流過來的 這樣流過來的 那麼你硬把他縮小 這麼誇張 你硬把他設成這個洞 慢慢出問題 那麼這些情形 不止台中地方 在苗栗地方 後融溪上游 也是一樣情形 這個事都是最近才整治的 那麼我去看就不對 那麼不對 當地的老百姓 看到我在那邊看 他就會 你去看什麼? 我告訴你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講 他就開始做了 這個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他 不能這樣做 他就一定要這樣做 拿他沒辦法 他們就供全力要行使 他指的就是這個洞 這個洞也是同樣做的 鋼管那樣的地方 那麼這個是對岸指的 到那邊 那邊去看的時候 是這樣 這一個先生在這個邊指的是 就是淹水到這個 他指的地方 淹到這個地方 過去也不淹水 現在做完之後開始淹水 都是這樣工程搞出來的 這種情形事實上是到處都有的 不是這樣 那麼有時候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地方 每個地方 他都會用排水口 那個要排水的地方 不只一個地方 都有很多嘛 對不對 這個地方 就把你擋起來這個地方 但是有幾個地方 他就不擋 到底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想以後我要問他 你跟我講啊 你如果說到灌流 到什麼溺流的話 那你旁邊這個為什麼不要 這個就要 到底是什麼 我還沒有機會去問他 對不起我不懂 就是說為什麼他既然做排水口 還要放那個淹水板 本來就不應該的啊 他是防止溺流 他的想法是什麼 所有 這個水都是從子和道 泛濫出來的 你的水災都是從子和道 泛濫出來 所以我把你這個做 這個淹水板 這個淹水板 他是單向的 可以拉這邊 往那邊 那麼就是單行道 這樣 那麼如果說 溺流的時候 他就遮起來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你這邊還要排水下來 那麼大部分的地區 都不是真正的地方 因為不是地方 他的這邊 岸邊還是高野河床 那這個做法是不對的 不對的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你知道不好看啊 這個就是我把它造出來 其實我後來還被個地方在漢溪 我造得更清楚 幾個洞 有 沒有 這樣 我準備回台 找他問他們 你到底 你跟我講啊 你跟我講 你到底是 用什麼的標準 來做這些 那麼這個 同樣這一條 這個地方就沒有 沒有 你看上面是什麼樣 樹 漂流木下來的話 那就完了 漂流木 所以這個地方 他應該要做 狂徑要大一點 還有一個是 儘量中間 不要這個 間隔 這個過照不要 應該要做大一點 因為你還要考慮到 這個就是像這種的 漂流木的情形 所以用那 自然就是這麼大 用這麼大來克服這些問題 所以有時候 你看 老天在安排 在地上 在流什麼 他都都有他的道理 是你不知道而已 其實都有他道理 在 那麼在同樣的地方 下游一點地方 這個地方也是 總要整個被堵住 那當然是 上面水下不來的話 要淹水 當然要淹水 這個都同一條 霍龍西得上游 同樣清醒 好 好 那現在我想 我回頭再看一個 就是 現在我們 很多地方 這種水患質疑 即使要解決 老實想 幾乎都不可 因為 房子都該在那邊 你現在說 我弄透過一點 都幾乎都沒有空間 所以會很困難 那麼很困難 他們現在想到一個辦法 怎麼樣 叫做分流 分流 分流是什麼 我 我 主流在這個地方 我這邊進來 但是我在這個分 支流的上邊 找一個地方 旁邊就弄一個什麼 引到別的地方 引到這一條主流的 下游的地方去 用這個方式 他不要 不要全部經過 這個洞 剛剛我想這個洞太小了 對 貴苦的地方 用這個方式 現在很多地方都用這樣 他沒有辦法 就是上游的地方 找一個地 叫做自洪池 現在另外有一點空間 讓他這樣子流水 自洪池這個概念 是沒有錯 本來 我們的河川就是這樣的 過去沒有提防車 有一個地方 他就是會滋留 有一個地方 他會這樣 那麼這個概念是對的 那現在問題是錯在哪邊 因為那個自然間 怎麼來都有的 你把那些全部都乾掉 乾掉了之後 現在再回頭要來找 找到地 要地的話 又要買 又要什麼 又要做 而且常常不治 你不要看自洪池 有很多問題 你沒有弄好 問題又來了 另外他用一個叫做分紅 分紅就是把它引到下游 那分紅是有一些效果 不是沒錯 如果那個地方很順利 都下游 因為他把它打到下游 下游通常是又比較低的嘛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地方怎麼樣 就是往下 那其實自然界 本來我們自然界就是什麼 就是溫流 也跟他這樣溫流有點像 因為過去 主流在這邊 溫流都這樣斜交過去嘛 他把人家拉成這樣嘛 現在就從中間 就拉一個 又弄個洞 引到下去 這種精神 比較合乎自然 比較合乎自然 那 那他們這種合唱 過去被他們規劃的 是常常非常敏服 我看了一個地方 過去的就是 主流在這邊 分流這樣下去 結果現在變成什麼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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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七八糟的 那麼這種亂七八糟的情形 當然是 人為先上啊 什麼樣 後來去救 這個也有 還有開道路 拓寬道路 或是做橋樑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原因 那我們以台中市來講 台中市漢溪 漢溪 過 或是 別的溪 那個像 像那個什麼 布子溪也好 都一樣 這些 現在他們都要做 防汐道路 對不對 防汐道路 因為他現在怕 這個橋樑擋住水 所以 橋樑都要弄高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河大山 這個橋樑現在都這樣 上來對不對 那麼 這兩個人要做什麼 提款 那這樣 這邊橋高下來 這邊的提款 你看這個 本來這個排水都出問題了 所以他們還是出問題 那麼 排水出問題之外 這個橋樑在這邊 他 本來過去的 我講是什麼 主流在這邊 他是這樣過去 但是我現在要做個橋樑 大漫路要擴大啊 這個做這樣過去就麻煩啊 所以就是什麼 取巧 把這邊的 這邊的排水本來要這樣下去 就把它整個引到這邊過來 引到兩個橋樑的中間 上面的拿到這裡 下邊的又拿到這裡 會在這邊 那這樣就會出問題 因為過去是這樣下去的啊 很像把它有點膩油啊 所以很多問題 都在這邊出現的 開個道路 這個橋樑 就有這些問題 那麼我常常在想 他們也很聰明 過去怎麼樣 過去就把這些橋樑弄得狹窄的地方 這個量體比較低 所以水流過去 那麼上面就滋留 然後說 回復自然 人工回復自然 我說 他們也行啊 也行 是不是先天 早就有這種 這種想法 故意把它弄在上面 不要一下子都下去 那麼 為什麼一下子 又有問題呢 剛剛講 這麼多水 你把它弄到下面 溫柳之氣 下去 那麼每一個地方 OK 上面 溫柳溫柳 本來淹在這邊的 現在都不淹 都給下去了 那又一個問題 這個水同時都下去 怎麼樣 下游的地方 都水流就是 本來高 因為本來在上面 在溫柳嘛 對不對 所以在那邊 它可能到這樣 現在都下去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可能高 也許高半米一米 問題就來了 這個就是 現在台灣很多地方 下游 常常會有人做問題 也是一部分原因 那這個是給各位看 大理溪在這邊 這一邊就是 烏是這邊 烏是這邊 97年卡梅基颱風的時候 怎麼樣 各位從這個地方 看到這個時候 這些塑膠 這些標準 水位就是到這個高度 而且有些地方已經溢過去了 但身上液不是很多 已經溢過去了 那麼這種情形 如果說 剛剛講那個分紅 如果說每個地方都做 就把它再下來 以後碰到同樣的一樣的話 這個 液流過來會更嚴重 這個地方的要排出來 會更困難 那麼換句話說 下邊的人倒楣照亮 上邊避過了 下邊會倒楣照亮 所以這個就是 一條河川 那麼你要怎麼去避免這些問題 事實上就是 當初你不要超前地方 不要過度開發 同樣有這些水壞的問題 這些河川有些自動功能的問題 讓每個地方 從上到下到處都共同分擔 這個才是合理的 那現在我們沒有這樣整體考量 頭痛一筒 腳痛一喬 那麼山本姐姐的問題下面就更麻煩